9月28日,薛之谦和前妻高丽兴疫情以后的发明微博表示复合,而且还顺带秀了一把恩爱,薛之谦先发文真,我记得,你跟我时,我一无所有,我不想再寻觅了,请让我给你我的所有,反正我们也不再言轻了,那就再爱一次吧。 之后高丽兴也跟着回应,薛之谦表示愿意。薛之谦表白后,高丽兴也回应他,他在微博中写道,多少浅浅淡淡的转身,是旁人看不懂的情深,那么余生请对我好一点。 两个人还低调的秀了一下恩爱,晒出同一张照片,照片中的两个人影,在灯光性的照片下,牵手显得更加唯美浪漫。 承赫在第一时间祝贺,在微博中写道,哎哟,我就以为就我没有睡,还有网友回复,复婚的吗? 高丽兴的微博下面也是祝福生一片,其实薛之谦和前妻高丽兴复合早有征兆,到前薛之谦曾在演唱会中表白高丽兴,为他实现了十年前的诺言,在演唱会上薛之谦唱了一首《安和桥》, 在唱之前薛之谦说道,虽然他没有和我联系过,但我觉得他应该来了,演唱会现场立即炸开了锅,很多人都走不右盘寻找高丽兴的身影, 当晚网上就有网友播出了一张疑似高丽兴的现场照片,但是因为戴着口罩和帽子,也确实很难确认身份,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,最重要的是薛之谦和高丽兴在一起。